房间流传喝大杯的冰奶茶会容易引发腹泻等等肠胃不适的现象 而食药署证实了的确是有科学根据的 茶叶当中含有丹宁酸 跟鲜奶当中的蛋白质会容易产生化学的反应凝结成块 的确不太好消化 另外冰饮本来就容易刺激肠胃 再加上奶基因富含油脂也容易造成肠胃的负担 种种的元素全部结合在一起 让大冰奶加倍了刺激肠胃 吃早餐来杯冰奶茶香甜爽口 房间流传喝冰奶茶容易引发腹泻 而食药署在脸书粉砖上证实 这并非都市传说 冰奶茶结合各种元素引发肠胃不适效果加倍 像是茶叶中含有丹宁酸又称为柔酸 遇上鲜奶中含有的蛋白质 彼此产生化学反应容易凝结成块 不易消化吸收 丹宁酸是一种电解质的溶液 所以它会形成的静电性力 把这些微小的牛奶里面的分子 连接在一起 颗粒连接在一起 形成较大的续状物 食药署进一步分析 一大早喝冰饮本来就容易刺激肠胃道 而奶茶中的奶精 主要由植物性油脂制成 过多的脂肪 亦造成肠胃消化负担 而即便改为鲜奶 除了浴茶亦凝结 部分成人小肠内缺乏乳糖酶酵素 无法顺利消化乳糖 会出现胀气腹痛等 乳糖不耐症相关症状 而冰奶茶中的糖分 也可能引发部分民众肠胃不适 每个人的肠道菌不太一样 或者是分解这些奶制品的能力 也不太一样 那有些人对于这些人工甜味剂 或者喝到比较甜的饮料呢 它也会造成消化不良 容易腹泻 一天下来你排气跟次数变多 或者是身体有忽冷忽冷的现象 有时候这是直性的肠胃炎 这时候要提早就医 医师解释 每个人体质不同 并非和冰奶茶都会造成腹泻 但肠胃敏弱族群 尽量少喝也别喝太冰 以免为了一时口腹之欲 万来腹痛代价 记者想与叶林凡台北采访报道